大家好,我是Pastor Eileen 然後我是Enoch 今天的靈修呢,這個時間有點特別 因為已經非常晚了 因為這個週末我們都太忙 也沒有機會錄 一直到主日呢,也是忙到晚上10點 才回到了家裡 所以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現在幾點了嗎? 現在已經快要10點 對,晚上10點 這不是一個好的靈修時間 但是有時候也沒有辦法 有時候你就是家裡的行程難免會有變化變動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靈修時間就會不太好 但是也是可以靈修的 好 好 所以我今天讀那個 Hebrews 6 1 2 3 你不介紹你的 Eclipse 我剛才忘記 所以今天 在 美國可以看到那個 Eclipse 所以有那個 Special Donut 是一個 巧克力 和一個 Oreo 跟Oreo Filling around it 對 就是什麼 節日 甜甜圈都有的賣 好 我們今天的靈修在西伯來書 好 所以 6 1 3 好 希伯來書6 1 3 所以我們應當 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 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不再立根基 就如那 懊悔死刑 死刑 信靠神 各樣洗禮 按手之禮 死人復活 以及永遠審判 各等教訓 神若許我們 我們就 我們必如此刑 好 你的reflection在哪裡 我的reflection在 所以 他先 reiterate from chapter 5 他講 let us leave那個 elementary teachings and move on to maturity 所以 leaving那個 milk 然後going on to 那個solid food 所以 it's a process of maturity 然後我們 mature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 lay那個 foundation of repentance like over and over again 嗯哼 所以 那是我的reflection 嗯 那你要 好 有沒有想過 怎麼樣把它 apply在你的生活當中呢? 就是 就是 我 spiritually spiritually mature 的時候 那 我是要 嗯 像 prayer confess 嗯哼 對你需要confess 然後勒 他 他說 你要竭力 要進入到maturity 所以就不是一直repeating repeating 在learn the same thing 所以 once you learn how to repent you don't need to learn repent you don't need to learn repent again because you can already do it you got that? so that's a difference so I think 這個這整個呢 主要就是在講說 我們一旦認識主了 相信主了 我們就不要一直學一直學 學一輩子還在學 但是都不會做 OK 活到老學到老是對的 但是呢 在這邊 活到老 你要行到老 OK 你要把這個神的話語去行出來 才是這個成熟 這個 這個希伯萊斯作者要我們追求的 好 要盡力 竭力盡到完全的地步 嗯哼 然後 我也要add 我confess文的時候 我需要learn 我不要做那個東西 對 就confess過了 就不要一直做同樣的措施 然後一直在repeat the same mistakes and then repeating the repentance 所以我也可以講到那個 from this passage 對 非常好 好啦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這個是很短的靈修 對 因為呢 在晚上錄靈修 就有這個好處 會很短 因為為什麼 很想睡覺對不對 麻煩 我個人是已經 呈現了一個不太能思考的狀態 我沒有累 但是 她很累 可是你要睡覺 你明天早上要幾點起床 七天 對啊 她很早就要起床 然後我明天也是也開始有 教會的工作要做 所以呢 我們都需要早點休息 而且今天呢 我去跑了 四里的路 四英里的路 所以呢 全身疲憊 也需要好好的休息 好 我們希望每個家庭呢 也都可以 不管你是在白天 下午晚上做靈修 可能都會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這個氣氛 但是呢 任何時候都可以做靈修的 固定時間是好的 但有時候固定不了也沒有關係 不需要太勉強自己 勉強 因為我們不想把這個家庭靈修的氣氛呢 把它弄得太制式化太固定了 有時候就是可能也會像例行公司一樣 就失去了那個靈修的樂趣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有點變化也是可以的 就是有這個彈性的時間來搭配家庭時間也是好的 那我們一起禱告 好 好 你先 親愛的天父 謝謝 我們今天還可以做靈修 even though 還很晚 謝謝 我可以學到 那個 你不需要 repeat learning 那個 repentance 然後我 hopefully 我confess 東西的時候 我 不會 再做 封耶師的名 Amen Amen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在這個美好的夜晚時間 我們還是花一點時間來讀你的話語 求主你的話語 幫助我們成熟 也讓我們在這個 今天的靈修裡面學習到 我們都要學習竭力的追求 去長大 在祝你裡面不要永遠做個属灵的baby 我們要去長大 因為在這個長大過程當中呢 都可以看到神你自己的心意 若神你允許 讓我們可以竭力追求 我為著我們的 為著 Yohan Enoch 為著我們 教會家庭的小朋友們 青少年們 為著基督徒家庭的下一代們 都求主你給我們有追求成熟的心智 讓我們更像主耶穌 保守我們的夜晚 聽我們這樣同心合一的禱告 是奉耶穌的名 Amen Amen 好的 非常快就結束了 下次見 amen Amen